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和狗狗一起做運動 下街跑步是一個好選擇 不過哪些狗狗才可以一起跑步呢 跑的時候又有什麼要注意呢 其實每隻狗都適合去跑步 不過看看牠們的體能 以及牠本身的結構上 是否適合跑長途 貶鼻的狗正常就不要跑得那麼多 貶鼻狗因為牠的鼻結構上不太好 這樣的話很容易中暑 以及呼吸上可能未必有那麼順 小狗未必能和我一起跑步 輕輕地和牠繞圈 我想牠都可以追到 其實在體能上真的不同 我普通下街可能是社交性 可能讓牠去社交一下 讓牠認識朋友 去放鬆一下 可能像小朋友去公園玩一下 而跑步的感覺是有一個任務 是真的做運動 也好要看那隻狗本身是否下街 因為很難跑 因為牠本身在怕的時候 可能牠的狗連車 馬路旁邊都怕 牠很難專注去跑步 路線要先規劃 要先留意一下 上街或不上街的情況下 會否經過馬路或公園 不過原來經過出口 牠會自己飄走的地方 要先規劃 其實害羞 我們會形容為 可能牠的社交性力 沒有那麼強 牠怕的東西可能會有很多 怕的東西可能會有 怕狗 怕環境 或者怕人 你看牠究竟是怕什麼 我們才可以對症下藥 牠會不會連到街 都未必會上 可能牠對狗仔 牠的反應是怎樣 原來牠對狗仔會很激動 會有攻擊的行為 要小心點 最重要是水 狗繩 因為如果你跑出去 不是公園 一定要有繩 跑的時候 不是說我自己有我跑 牠有牠跑 你可能會繼續看著牠 如果有狗帶 最重要是去觀察牠的行為 可能牠夾尾 然後又不停哭 打喊路不停去 不停聞 不是一般的搜尋 不停聞 打喊路 你會看到牠 開始去到牠的距離 牠可能有點緊張 好處都多 可能雙方身體會健康 因為人和狗 都可以一起做運動 第二就是加強大家的關係 可以滿足夠的